稀里里,我是专马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邪恶力量第五季大结局了 让我们赶紧来看看大丁三米 以及全人类的命运吧 随着恰克的笔墨 我们可以看到 当宝贝车辈年轻的温爹在大丁的劝稿后埋下时 就开始了他与温家人的不屑支援 大丁来到发呆的三米面前 继续之前被可劳力打断的对话 大丁虽然并不同意三米的计划 但是三米早就长大了 不再是小孩子 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 而大丁能做的就是支持三米的任何决定 他再三确认 附生这个计划三米是不是一定会去做 三米坚定地想用自己关押鲁西法 大丁只能支持 为了三米肉身的强大 大丁和小卡杀恶魔放学给三米做储备 报笔书找到很多城市发生天灾的信息 大丁指出鲁西法的所在地 众人开车前往 车内变成普通人的小卡在后座睡觉 大丁对于三米被附生的计划还是很担心 三米则希望鲁西法不知道四枚戒指的事 除此之外 三米希望大丁向自己保证 当自己带着鲁西法跳进牢笼之后 大丁不可以想办法拯救自己 而是要在事件结束后去找丽莎 过普通平凡的幸福生活 大丁怎么可能同意 但三米坚定的态度 让大丁不得不暂时妥协 众人来到鲁西法所在地附近 三米和报笔书拥抱告别 嘱咐小卡以后替自己照顾大丁和报笔书 三米望着车后相依捅捅魔血 让大丁回避 自己一口气喝光了他们 接着准备充分的两兄弟来到鲁西法的面前 另一边 恰克的小说还在继续 宝贝车里充满了温家兄弟的回忆和痕迹 三米卡在后座的玩具兵 大丁塞进通风口的乐高玩具 兄弟俩刻在车内侧的名字缩写 不管宝贝车被锁坏多少次 大丁修复时都会保留这些痕迹 这是这些痕迹和回忆 组成了温家兄弟的记忆 然而鲁西法并不知道 也不会关心这一点 三米展示了自己喝足恶魔血后 能力和身体的强化 他愿意向鲁西法说yes 条件是鲁西法必须保证自己和大丁的生命安全 也需要复活温爹和温妈妈 然而鲁西法已经知道了 天启骑士四枚戒指的事情 虽然计划已经被看破 但鲁西法愿意与三米打赌 如果三米真的能够压制住自己 鲁西法立刻就跳进笼子 如果鲁西法取得了肉身控制权 那就认命 别无选择之下 三米印下这个赌约 鲁西法进入三米的体内后晕倒 大丁认出戒指念动咒语 打开了牢笼 三米醒来 可惜控制肉身的人变成了鲁西法 他得意的念咒关闭牢笼拿到钥匙 消失在大丁的面前 鲁西法带着三米来到镜子前试图洗脑三米 并向三米展示 从小到大他亲近的普通人 都是黄远恶魔亚瑟萨安排的恶魔假扮的 鲁西法试图激怒三米 邀请他一起吸食这些恶魔的鲜血 发泄愤怒 大丁 小卡和鲍笼书站在街上看新闻 全美国各地都在发生天灾 计划失败 小卡已经任命 鲁西法和米加勒注定在某个地点要大战一场 可小卡并不只想战斗的地址 只想喝酒度日 连鲍笼书都绝望了 大丁却不放弃 恰克的小说接着讲述温家兄弟的故事 在没有鬼怪案件的时候 大丁会利用时间赚外快 诚实的小三米在哥哥的影响下 也学会了诈骗小浅浅 他们开着宝贝车穿输在各个城镇的公路上 天晴的夜晚则会在郊外看着星空发呆 虽然他们不曾拥有房顶和四壁的家 但只要兄弟俩在一起 他们就永远不是物价可贵的人 恰克和贝奇已经分手 大丁打电话询问恰克两大天使战斗的时间地点 得知就在明日中午温家老家城外的墓地 看来从哪里开始就要从哪里结束 不顾鲍笼书和小卡的劝阻 大丁执意前往墓地 不论结果如何 他都要在三米身边 绝对不会让三米孤独地死去 鲁西法和负神温小三的米加勒终于相见 鲁西法试图劝说米加勒站到自己这边 不要做上帝老爸的怪儿子 米加勒拒绝 陪伴上帝的鲁西法在米加勒眼中就是个怪物 两人谈不拢 大战一触即发 两人先绕着转了半圈 哎 这都怪剧组穷啊 大丁忽然看着宝贝车出现在天使兄弟面前 他想要和三米谈谈 米加勒已经不需要大丁的肉身 面对意外出现的大丁米加勒就要上前干掉他 却被赶来的小卡用誓游火烧了一声暂时消失 哥哥被伤害 同为胸控中二的鲁西法不干了 我的哥哥只有我能伤害 其他人都是渣啊 说完一打响指 炸掉了小卡 掐断了报比书的脖子 把大丁打成了猪头 即使被揍得这么严重 大丁依旧叫着小三米 说自己会陪着他 当鲁西法要回出最后知名一击时 他看到了宝贝车里的痕迹 想起了一路以来兄弟俩在宝贝车上度过的欢乐时光 想起了大丁温暖的拥抱 终于三米控制住鲁西法 获得了肉身的控制权 三米掏出放在口袋里的牢笼钥匙 练起咒语再次打开了牢笼 三米有些害怕 深呼吸看了一眼大丁 李嘉勒忽然出现 不允许三米带着鲁西法跳进牢笼 三米看着大丁眼神逐渐坚定 顺着牢笼口倒下 米加勒试图拽出三米 却被三米拉着一起跌进了牢笼之中 鲁西法被困 牢笼立刻关闭 只留下大丁难过地跪在牢笼边 这时小卡忽然出现 他不仅被上帝复活 还重新拥有了天使之力 不再是被天堂驱逐的人 他恢复了大丁的伤势 救回了鲍笼 经历过这一切 小卡就要回归天堂 大丁却很愤怒 因为三米被关在了地狱 小卡指出 大丁想要的和平已经实现了 说完便离开了 大丁和报笔书分道扬镳 虽然大丁非常想要去死 或者找办法带回三米 但是他向三米保证过 去找丽莎过正常人的生活 面对平安归来的大丁 丽莎拥抱了 已经失去所有家人 万分难过的他 一路上 大丁和三米遇到过 各种各样正义 邪恶 命运 上帝的考验 他们做出自己选择 他们也永远会选择家人 而永远不放弃家人 这也是从第一季开始 到现在第五季结束 一直存在的主题 温家福音书就此完结 结局是痛苦的 但是并不会真正的结束 恰刻微笑着消失了 大丁和丽莎 本在在屋内平凡的吃着团聚饭 而屋外灯下 三米正呆呆的看着 谢谢大家一路支持 一起看到了这里 邪恶力量系列第一部 天使恶魔大战 也算是暂时完结了 本来这个坑就想填到这了 但看着温家兄弟的故事 度过了几个月 竟然不知不觉 习惯了他们的陪伴 明明被关注的三米 为什么又出现了 温家兄弟以后 是不是还会合体 面对更多有趣的新篇章 大家一定和我一样 充满好奇和期待 所以我还是决定 把这部剧更新下去 不过接下来 会先更新一部新剧 在短暂的修整后 我们一起来见证 温家夫妇的团圆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 是我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